親自驗收 首輝風看板 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 笑說有點不像 選戰花絮先擺一旁 但下一秒話風一轉 再批民進黨玩兩面手法 我沒講過 我當選ECFA多壞啊多壞啊 我當選以後呢 要把我當選以後 要把這個ECFA取消 也沒有取消嘛 所以我覺得 他們是既要兩岸的紅利 去年還賺大陸 1500億美金嘛 又要罵大陸 然後又要用這個來騙選票 國民黨甚至翻出 過去賴清德罵兩岸直航 是木馬屠城記 還原2008年 時任民進黨團幹事長 賴清德的說法 他反對沒有國家安全觀念的 航權談判 若是中國戰鬥機 跟在民航機後面 或是民航機內有解放軍 台灣反應不及 這不是違言聳聽 國防部已經進行過 木馬屠城的軍事演習 事實上回顧就說 如果我們今天去檢驗的話 你會發現賴清德的話 根本經不起檢驗 難怪他現在也不敢承認 他說過那些話 是說謊成信還是信賴台灣 賴清德訂選辦公室 甚至稱賴清德從沒講過 轉移交點 怒批侯友宜主張開放陸生來台 恐怕衝擊國家安全以及青年就業 侯市長他所提出來的這個看法 實際上引起了社會上很多的疑慮 我想侯市長需要對外再來做一個很好的說明 政府會努力使台灣的經濟能夠在和世界各國 來做很好的經貿的發展 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民進黨的發言人竟然說全世界都要撤出大陸市場 台灣當然要遠離大陸市場 請問這是哪一國的邏輯 這就是民進黨式的邏輯 民進黨式的邏輯似乎反映在網路聲量上 根據台灣議題研究中心分析 賴肖沛曾宣佈一個禮拜過後 聲量從4.5萬多則消防到2.7萬則左右 而侯康沛單日聲量則暴漲飄是3.1萬多則 平均每日8.6萬則聲量遠超過賴肖沛 是台獨的問題也好 不管是兩岸之間貿易的問題也好 民黨全部都是用裝傻跟你混過去啊 因為除了這樣他已經沒有任何的辦法 數據揭開美德營台灣淪為同溫層次嗨 賴慶德現在擔心的恐怕不是莫馬屠塵 而是雪崩式的民調 最終我終於加入台瓶報導